東京奧運會在疫情當中落幕 印度能阻止北京石油運輸 揚州集中爆發期 一批批人被拉走隔離 被密切關注的病毒變體Lambda 重創南美後迅速傳播美國 貝索斯財產大縮水世界首富換人 中共軍機再次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壞榜樣北京動物園一眾遊客打大交 野來動物紛紛效仿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9日 星期一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王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由於最近YouTube將我們的影片大量黃標 我們的收入大幅減少 因此希望各位能夠訂閱我們的希望之城網站 成為會員 除了可以收看會員專享的節目之外 還可以支持我們希望之星電台繼續營運 多謝大家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東京奧運會在8月8日結束 禮拜日晚的閉幕典禮在當地時間 晚上8點在主場館國立競技場舉行 焰化照亮了東京的夜空 各國旗手相繼走入體育場的中央 形成一個彩色圓圈 東奧會的閉幕典禮和開幕典禮一樣 不對觀眾開放 由於大多數運動員被要求在比賽結束後的兩天之內 離開東京奧運會 因此一些國家在閉幕典禮上沒有代表 只能依靠義工來舞動他們的旗幟 8月8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向東京奧運和查奧組委會主席喬本聖子 首相菅義偉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頒發了奧林匹克勳章的最高金獎 以表彰他們對傳播和發展奧林匹克精神的貢獻 奧運勳章通常頒發給主辦國組委會主席 但國際奧委會這次作出了一個例外的決定 同時授予首相和東京都知事以表彰日本在新冠疫情 造成的艱難困境中舉辦奧運所做的努力 奧運會主席巴赫表示 這個例外是因為這兩年正是新冠疫情的艱難時刻 如果沒有日本方面的支援 奧運是無法舉辦的 在8日結束的閉幕典禮上 巴赫說自新冠疫情開始 這是首次將全球幾十億的人連在一起 共同分享喜悅和興奮 東奧會是一個充滿希望、團結和和平的大會 世界上最好的選手能夠實現他們的奧運夢想 是因為日本人民為他們準備了發光的舞台 日本人民應該為他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去年11月前首相安倍晉三也曾獲得該金獎 到目前為止 日本已經有六人獲得這項金獎 組委會秘書長武騰文郎獲得銀獎 今次冬奧會 美國以金牌第一、獎牌總數第一的成績名列榜首 共獲得113枚 遠超排在第二的中國的88枚 以舉國體制大興競技體育的中國 獲得金牌38枚、銀牌32枚、銅牌18枚 日本身為主辦國、表現不足 總共牙下包括27枚金牌在內的58枚獎牌 創下日本參賽以來的最佳成績 日本賽前只是期待獲得30枚獎牌 實際成果將近翻倍 第一艘印度自製航母維克蘭號 4日開始第一次試航 這樣將會成為印度對抗北京擴張海上勢力的重要力量 有台灣專家表示 印度航母有可能會阻礙北京的石油運輸 印度海軍的發言人在Twitter上發文說 維克蘭號是有史以來 印度設計和建造出的最大 而且最複雜的軍艦 台灣的兩岸政策協會副秘書長張宇兆 在YouTube直播節目上表示 北京的石油等原物料要經過印度洋 在船隻剛剛出波斯灣或蘇伊士運河 印度就鎖定了 印度有航母 還在毛利球斯主導北方秘密興建軍事基地 而且也有核武 加上身處民主陣營和四方安全對話 北京就會有所忌憚 另外美國也在幫助印度聯合對抗中共 據BBC報導 在美國前總統川普離任前 白宮解密了一份關於美國印太戰略框架的敏感文件 核心內容是對付中共 在白宮文件中 印度被視為美國印太戰略的一個基石 美國要幫助印度崛起 向印度這個和中國相鄰的地區大國提供軍事 情報外交支持 美國還要和印度在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合作維護海上安全 抗衡中共的影響 一些評論人士認為 習近平為了鞏固連任轉移內部壓力 說不定就去找軍事衝突點 可能性比較大的是中印邊界 而印度一直在各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 又和美國等多個國家聯合共同對抗中共 在這種情況下 習近平如果想對印度採取軍事行動 可能會顧慮更多 江蘇揚州的中共病毒疫情仍在蔓延 星期日 揚州市新增本土確診病例36宗 全市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308宗 江蘇省當局認為 揚州疫情處在集中爆發期 揚州本輪疫情起於當地期牌室群聚 讓揚州主城區不少區域 變成風險區域 也讓整個疫情防控形勢更嚴峻 8月7日起 揚州市啟動主城區 第四輪大規模核酸檢測 已經採用近160萬人 揚州高風險地區的居民表示 官方的風控令小商戶損失慘重 民眾還要承受物價標障 揚州市韓江區商橋街道 武堂社區的小商戶林先生對《大紀元》記者說 我們小區是揚州疫情發源地 其他小區有出入症 每天每戶可以有一個人出門買東西 我們小區沒有出入症 這幾天被拉到隔離的人很多都確診 小區裡的人一批又一批被拉走 然後隔離期間被確診 每天都有急救車來抓人 大家心裡就不安穩了 感覺疫情很嚴重 高風險地區內所有餐飲、商鋪、 健身文化活動場所等公共區域全部關閉 林先生表示 疫情搞亂了揚州市民的生活 官方的風控令商家各方面損失巨大 在承受這些損失的同時還要面對物價的標障 他說 現在一個番茄大約賣2個多 以前最多賣1元 一個雞蛋賣2元 以前賣5毫 現在市民基本上只能夠吃飽 他說自己現在每天要損失600多元利潤 每個月還要還1萬多元的房貸 誰承擔這些損失呢? 想想都害怕都不敢想 而民眾向政府熱線反應問題 得不到任何幫助 林先生表示 現在關鍵的問題是 見不到那些當官的 當官的從來不做實事 中共病毒不斷變異讓各國焦頭爛壓 現在美國不僅要面對Delta變種病毒 而另一種變種病毒Lambda 也開始在美國各地出現 而且傳播的速度很快 同時日本也發現了病例 現在科學家建議將它升級為 值得關切的病毒變體 全球健康委員會副主席 南卡羅來納醫科大學助理教授 庫帕利告知傳媒說 我們對Delta的傳播力和毒性知道得很少 我們應該密切關注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 Delta在2020年8月在秘魯首次被發現 它傳播迅速是截至2021年春季 秘魯的81%COVID-19患者感染的原因 今年6月它開始擴散到阿根廷、 智利、厄瓜多爾等南美國家 7月底至少28個國家檢測出了 Lambda變種病毒 日本衛生官員8月6日表示 Lambda病毒首次被發現 是從日本羽田機場的一名女性身上 該女性在7月20日從秘魯抵達日本 今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將Lambda 列為值得注意的病毒變體 但因為多國同時發現多宗感染 這種病毒變體的病例 現在科學家建議 將它升級為值得關切的病毒變體 8月的第一個星期 跨國電子商務公司亞馬遜 收益下滑大約7% 這樣意味著貝索斯在一天之內損失 大約140億美元 此消比獎 法國奢侈品名牌LV路易威登 卻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2021上半年 創下了破紀錄的銷售額 公司利潤大增174億美元 這兩個因素導致貝索斯失去世界首富的頭涵 讓位給LV董事長貝爾納·亞諾特 據商業內幕網站報導 亞諾特自1980年代尾 收購LV集團44%的股份 成為LV董事長 自此一直在世界首富當中榜上有名 據福布斯報導 自至8月5日 他的身價為1,960億美元 略高於貝索斯的1,860億美元 成為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亞諾特旗下擁有的名牌極多 除了LV 還有迪奧、貝格麗、泰格豪、 雅明彪、斯芙蘭和軒尼斯名酒等品牌 其股價今年已經飆升超過三成 台灣空軍發布的中共軍機動態顯示 一架中共運8反潛機8月8日上午 再次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台灣空軍採取了監控距離措施 據中央社報導 台灣國防部自去年9月19日起 在官網即時軍事動態專區發布中共軍機動態 根據8月8日的中共軍機動態 一架運8反潛艇上午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但未侵擾台灣東南海空域 也沒有越過台灣海峽中線 上一次中共軍機侵擾台灣是在7月28日 據台灣國防部統計 6月15日共計有28架共機 分別是一架運8反潛機、四架轟綠 一架運8遠程干擾機、兩架空警500 14架殲16、6架殲11擾台 創國防部公布統計以來最多架次紀錄 次數第二多的是在4月12日共有25架 8月7日北京野生動物園裡 遊客成群互相謾罵和私打 引來其他遊客和動物圍觀 而第一次見到人類打鬥場面的動物紛紛效仿 情況一度失控 在自養員的介入教育下才得以平息 據《北京日報》報導有網友發布影片 指7日北京大興區的北京野生動物園 有兩群遊客在大聲聲表演區附近打起架 男女之間互相謾罵推撞 影片畫面中有人倒在地上還在互相扭打 其中一名女子一邊抱著孩子 一邊用手扯著另一個人的頭髮 隨後這名女子又被另一名男子踢倒在地 網友說衝突起因不太清楚 開始的時候只是吵架 後來互相推撞 經當地警方介入後雙方和解 報導說雙方撕打地點附近的動物 是第一次看到人類之間的打鬥場面 當晚部分動物的家庭就在寿舍內紛紛效仿 場面一度失控 在自養員的耐心教育下 才讓動物知道了打架不好、特別不好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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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